范仲淹 这个整治饥荒粮荒的这个故事 他的做法呢 是去让市场的机制 回归正常的运作 他在粮荒的时候呢 反过来放任粮价上涨 可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 让那些有存粮余粮 多余资源的厂商 把东西通通都挖出来买 而在通通都挖出来卖 供给暴增的同时 他就和缓了高涨的需求 价格也因此下跌 所以当时在 当时这个史书有这个记载 这个范文正至杭州 那这个斗钱百二十 那这个范文正宫呢 就增到斗钱百八十 那众不知所为 那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都已经人民买不起粮食了 你还竟然还让他涨得更高 所以呢 他当时把米价 提高到每斗一百八十文 原本的米价 这个大概七八十文的程度 然后呢 粮价涨到每斗一百二十文的时候 就已经在有人在叫买不起了 然后范仲淹就采取了措施 可是他不但没有严控价格 他反而更反过来提高米价 到每斗一百八十文 足足涨了两倍 那老百姓都卖额卖语 横尸遍野的 你既然一个父母官还不顾大家死活 那怎么办呢 赤裸裸的鼓动这些厂商 发国难财 你算什么一代名相 那你不是说 他有句名言叫什么 先天下之优而优 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你根本就是个卫君子 可是呢 大家虽然不理解他当时的做法 不要说一千年前的中国了 光是放在今天的眼光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民众 不理解这样怎么做 可是实际上市场发生效用 那就算大家不理解 范文正和范仲淹 他还是不为首动 就是住下去 那杭州受灾 但是官方定价 这个每斗升到一百八十文 哇好高啊 所以各路的洋商文讯 就通通把粮食运送到杭州这边来 新业奸程唯恐落后 所以短短的时间 市场原本是这个球过于攻 就逆转变成攻过于球 所以呢价格又还回到了 每一斗一百二十文 所以你看什么都没有变啊 价格回跌下来 还是那个价格 可是差别在于哪里 差别在原本价格上涨到一百二十文的时候 这些厂商的心里就觉得说 反正我靠这样卖就好了 那外地的粮商 反正杭州的生意我做不了 就让他们去卖吧 所以呢老百姓 把仅存有限的那一百二十文的粮食 买光了之后 很多人都买不到了 因为大家不愿意把供给拿出来 厂商不愿意把供给拿出来 民众的需求就没法满足 可是当他有足够的利润的时候 厂商就会思考说 那我现在是应该把库存 通通都拿出来了 那外地的厂商也认为说 我应该是把库存运到杭州去 我应该出口给杭州了 所以呢在杭州的市场上 粮食的供给就会增长了 就会暴增了 那老百姓虽然贵了点 但是他买得到粮食 而且因为供过于求的关系 所以粮食的价格又很快的跌回来 所以价格没有变 价格还是那个价格 可是差别在于物资变得供应充足 老百姓手里多了粮食 所以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让市场机制运作 比起你政府介入 你当你政府介入 尤其是全面性的控管 那政府不管是在销货 理货 统一的增购上 你的效率绝会 绝对不会比民间还来的高 而且民众有不同的需求 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处理 分众的需求 比如说以我自己来说好了 我有钱买口罩 可是我没有时间 所以我买不到 那对我来说 因为我知道台湾本地的疫情 其实并没有开始扩散 所以现在虽然说我买不到口罩 可是呢 我还是得出门上班 我还是得出门到公众场所 那我到公众场所 我不戴口罩 是有一点风险啦 可是评估一下 那我也不能够这样子荒废工作 然后整天就排口罩 排了半天 还排不到 这个对我来说更贵 所以我就只好拿我的健康风险 赌一把 就赌一把 这是穷人最后的筹码 我说的穷不一定是金钱上的穷 这个穷有可能是时间上的穷 穷人最后一把的筹码 就是拿自己的健康 拿自己的风险 拿自己的安全去赌一把 我就赌 我不戴口罩出门 我没事 因为我知道 本土的疫情并没有开始扩散 但是你问我说 会不会担心 有这样的风险 我当然会担心 你问我会不会担心 接下来 如果真正很不幸的 本土开始有疫情扩散了 那怎么办 那我跟你说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就是买不到 因为我就是买 因为政府完全的控管 那你会说 那政府如果不控管 那不就会让 大家 哄台物价吗 不会让那些 人还是买不到吗 那我想 涨价会发生 但如果就像我刚刚分享的 这一千年前 范仲淹的这个故事 你就会知道啊 价格一时的涨得上去 可是你会让 想买的人 能买的人 买得到口罩 而且当市场竞争之下 不是只有你有货啊 他也有货啊 很多厂商都有货 那他们就会开始 消价竞争 价格就会回落到一个 自然的平衡点 你说会不会比 成平时期的口罩 价格稍微高一些 当然会啊 因为现在是紧急时期啊 但是会不会高到 你完全买不起 比如说我一个口罩 卖你一万块 一个口罩卖你十万块 你如果是疯了 我说算了 我就赌一把吧 如果真的要我花 一万块才能买 我觉得不值得 我自己就会做出 那个评估 可是你说 有些人真的是 怕死到一个极度 我就算善尽加财 我一定要是 每天出门戴口罩 就算一个口罩 一千块一万块 我也买 有没有这样的存在 他就是有钱啊 对他来说 花一万块 跟我们花十块钱差不多啊 有没有这样的有钱人 但是他非常的怕死 搞不好有啊 那他就去买啊 那他获得 他消费这些金钱 这是他自己自由的选择 又或者说 我们不要讲 那么极端的例子 我们就讲说 一个口罩 不要说八块钱 五十块钱你买不买 五十块钱 这个口罩 你听起来很贵 可是你知道吗 这段期间 有一些人 尤其是一些学童家长 如果他自己又有工作 他可能下班 提前下班回家 然后还要去买口罩 为了什么 为了自己家的孩子 明天要上学 那学校又是一个 一堆小朋友 全部都聚在一起 又是一个群众感染的 高风险一个地方 我家小朋友要上学啊 你就会看到那种 学童家长父母 真的是四处的跑 四处的去寻找 哪里有超商 还有口罩的存货 那有些人可能自己开车 自己骑车 可是他们还是要花大量的时间 那有些人甚至没有 自己家里没有车 尤其在市区又难停车 那又只有自己一个人 怎么办 只能坐计程车啊 那计程车来回的这些价格 搞不好都花掉几百块钱去了 而且最后还没买到口罩 那你跟我说 一个口罩 卖你三十块 卖你五十块 跟我坐计程车 花了几百块钱 好不容易买到 当时一个人限购三片 你觉得这三片口罩的价格 真的是政府统一规定的八块钱吗 不是 这每一片口罩都是几百块的价格 因为它背后隐藏了非常庞大的机会成本 而这些机会成本 是由社会每一个人去支出的 巨额的机会成本 他买到的是什么 他买到的不是口罩 他买到的是这些政客 统治的正当性 因为他们花了大量的资源 不断的去跟你宣传 你看有政府请放心 刚才在节目开播之前 我还看到一个政府的买了一个广告 告诉大家有政府请放心 继续冲继续拼国家继续向前进 再强调一次 你看我把苏院长的政策背的这么的手 非常的中党爱国 所以请不要来查我家的水表 但是这样子的做法 却让大家迷失了 大家没有意会到说 这一次的口罩慌口罩乱 就是因为政府的强制介入 才造成的 我今天制造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再跳出来 然后说大家不要担心 我来帮大家解决问题 哇感恩政府赞叹政府 这样不对 台湾的民主社会发展了这么多年 可是政府政客这些手法 竟然如此的肤浅 但是还是有很多民众会被蒙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 不管是从事媒体的 还是写作什么的 我们会努力的去爬梳这些资讯 然后把这些资讯的脉络串联起来 告诉你新闻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我再补充一个例子 我记得应该是在上星期的时候 上星期的时候经济部预告了 他们在做一个文宣 预告说周末的口罩产量 会减少 所以请大家共体时间 那接下来请民众不要担心 我们会努力的协调厂商 我们会紧急的加开产线 未来我们在一个月之后 我们的口罩每日的生产 就会到每天一千万片 好 我刚刚就说了 你这是传递一个矛盾的讯息 你先告诉我口罩充足 可是又告诉我全面的统真统用 这是1950年代 共产党就实验过失败的政策 第二个 你告诉我口罩够用 可是你告诉我紧急加开产线 那不就代表实际上是不够用的吗 第三个 你预告了周末会减产 为什么 他当然说 因为我们这个劳工也是要放假 他已经24小时不明不休 已经工作了5天 这个周末大家要放假 我告诉你 我在上周的时候 我就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就讲说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学观念敏锐的人 你从这个讯息就可以观察到一个秘密 就是口罩其实并不是厂商最急迫的选项 不是 因为如果今天生产口罩是真正这么急迫的问题 不要说是24小时轮班了 厂商就算是非法的雇佣外劳 非法雇佣同工 我都会拼死命24小时加班 不眠不休把口罩数量生产出来 拿去买 可是他没有做 他竟然告诉我 我工作了5天 很累 所以周末劳工必须要休息 必须要轮班 所以周末口罩会减产 那如果口罩需求真的这么高 难道星期六星期天 病毒是不会传染的吗 病毒要放周休二日吗 不可能啊 所以代表是说 厂商其实并没有那个诱因 在周末加雇员工 这些员工 不管是合法的临时工 还是我刚刚讲非法的同工外劳 打黑工的 只要有那个利润在 这些地下交易跟黑市 一定会兴起 可是你会发现到说 厂商要减产 他们要休息 所以原来休息是比较重要的 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个理性的评估跟衡量 我这边没有要谴责厂商的意思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正当合理的做法 可是政府的这一个宣传 他其实暴露了这个资讯 其实这样控管统一价格跟数量的做法 你反而会让厂商没有权力的动机去生产口罩 今天最新的政策是什么 今天最新的政策是卫福部公布了一项措施 即日起不管是民众或者是公司行号 都可以进口口罩 但仅限自用一千片 一千片 哇这个对个人来说确实是够用的 你只要不要囤货 不要去哄台物价 单就仅限个人自用 一千片感觉应该是够的 而且是开放到个人 只要你有管道 只要你有管道 从外国的网站 不管是你从花多少钱 从哪一个网站 哪一个管道 搞得到一千片的口罩 进口到台湾来 给你自己用 政府海关一律放行 这么好的政策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拿出来了 这个事情在法规上当然是没有问题 可是为什么 一开始 初贞昌院长说的是 禁止出口 而不是专案进口呢 你说 全世界都在闹口罩慌啊 因为中国大陆这次的疫情 让全世界都非常紧张 是 可是 全世界疫情分布的状况 有高有低 临近中国大陆的国家 比如说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东南亚 他们对于需求的紧张 一定也是高的 可是绕过半个地球 你去欧洲 去美洲 一定找得到那些厂商 有充足的库存跟供应量 不要忘了 厂商把供给拿出来 才是削减市场价格 烘牌的最佳机制 这个就叫做市场机制 可是我们的政策 既然是禁止出口 然后强化了民众的恐慌 然后现在大家反过来说 请大家不要去抢口罩 请大家把口罩 留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我坦白说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有点生气 因为口罩是由政府 全面的控管征用啊 怎么会是我去抢口罩 去妨碍了医护人员的口罩呢 医护人员的口罩 也是你政府直接发配控管的啊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因为他想要用一个道德的帽子 叫你不要去抢口罩 你去抢口罩 你就是去献医护人员 为不义的罪人 可是明明医护人员的口罩 跟我去买的口罩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如果不去买口罩 那个两片的额度 就是给另外一个 排队的民众而已 而我们这几天 竟然还有民进党的新科立委 包括赖品瑜 包括洪生汉 包括范云 这些人竟然还作秀 然后说 我们一个我不领 我OK 我不领口罩 然后还特别开了一个记者会 然后他们都每个人强调 赖品瑜说 口罩是战备资源 如果没有需要 先不要跟第一线抢口罩 洪生汉说 要一起呼吁 社会大众成为 有效率 有能力 政府最强后盾 口罩应该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我就觉得这些 新科立委 真的是 无耻的骗子 对 我就是讲无耻的骗子 欢迎委员来告我 我就是在讲你们是无耻的骗子 你们正在用一种道德的勒索 绑架所有民众 对于未来不确定风险的自保手段 我再强调一次 目前本土疫情还没有开始扩散 可是未来风险 我们谁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却出现了新科立委 拿这件事情来作秀 这是我非常唾弃的行为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广论坛的分享 希望大家买得到口罩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